为什么越来越少人去说古董商太超模 我想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习惯了 因为他确实很超模 但是难度确实是非常非常高 现在的话 因为之前的话拉拉队也被捧得很高 但实际上拉拉队的强度其实一般也还好 古董商被削弱的哭声就小很多 那么现在来说古董商的强度还是非常的高 特别是打这种单刀角色 这个的话角色取决你玩家的熟练度 你越高他就越强 这个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大家如果说要玩的话 也要多加练习 不要不气不耐 然后这把的话是一个逆风局 给大家看一下如何去翻盘的 这第三规定不必要高 你是一次都躲不掉吗 传送了这不是离开 对不起 对不起 可以慢慢玩 不是大哥你嚇到我了 整個雲門應該差不多 這倆都蠻血的 就在這個點位他跳不了 他整老老實是瞅著你 我醜了為什麼還打到我呀 這把個大心罩沒事 這把大心罩主要是騙了一下 你有薄命 你倆都是薄命他沒有大心罩 這把這把這麼玩的話有機會 不以為沒帶大心罩嗎 這把刀都放好 有傻招 呃 呃 赢了我仨